我是一个原始点的义工 也是一个严重鼻炎的患者 今年6月份 我去美国参加了张正汉医师举办的一个灌肠的课 我受到了一个启发 我今年66岁 我从三十几岁开始犯鼻炎 我在北京每年的8月初 一般是8月13号左右 到9月下旬犯鼻炎很厉害 鼻炎的症状就是不停流清水 鼻塞眼睛痒耳朵痒嗓子痒 我的手绢都是这种厚的 一天好几条下手绢 为了鼻塞流清水 手绢很快就湿了 我就想到了用张医师讲的热姜汤 看看效果 凹成很浓的姜汁 灌在瓶子里头能喷出来 大家看一下 这是瓶里的姜汁能够喷出来 直接往患者鼻炎的鼻子里喷 这样喷完以后 这个效果有一些辣 但是病人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喷完了 鼻塞流清水 眼睛痒 耳朵痒 嗓子痒 就由鼻炎引起的一些症状 马上就可以消失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绿色方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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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